一生能不能成就 能 华元经讲的是一生成就 善财童子做了榜牙 法华经讲一生成就 龙女做榜牙 慧能大师一生成就 像慧能大师这种我刚才讲了 我的看法在中国 应当有三千人以上 放下就是 所以说服不能不放下了 我们之所以说困难 就是不容易放下 不肯放下 同一个什么 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 头一个想自己 你是糟不糟糕 所以在这个地方 真正想成就的人 常常常想到十尊 常常想到慧能大师 静态的 常常想到荧光大师 他们实现 他们实现放下了 我们天天就忏悔 忏悔什么 忏悔就是放下 为什么天天忏悔 没有真放下 每天放下一点 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这不行 放下 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 也不行 那你那一念就 就就就 就还是 六道万福 你不究竟吗 你不彻底吗 也就是 你没有真放下 那要怎样真放下 没有丝毫为自己的念头 真放下了 七心动念 为一切众生 所以为一切众生 记住 一定是三轮提空 这是正放下了 三轮不空 每一方下 为什么三轮提空 三轮提空就于 信德 万全相应 也就是大臣经理 常常教给我们 你看 金刚经 大家常念 一切有违法 我常说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金刚经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后头的机子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 泡眼 这都是佛教给我们的 祝福如来 映化在世间 社报图里面的 法身大四 跟如来一样 映化在世间 那是他们的境界 他们丝毫没有一点之处 真的是问我 金刚经 前半部讲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行 一切法 度化众生 做种种实现 后半部 不但是 这个相 上方下了 念头都没有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数者见 如今皆了 一切放下之后 一切才能提得起 提起是什么呢 还原灌善 讲的死得 这些 谁愿也没有用 为以有责 给众生做好样子 如何致值 待众生苦 这个获取了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那就三人提供 做不做 真做 做了没有 做了没有 没做 怎么没做呢 没有一样是为自己做的 这当中无果 那就是佛菩萨 当中有我记住 六道凡夫 你做种种 在佛法里 做种种佛法 将来在六道里 人天佛宝 住不去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